盘点世界上嘴巴最可怕的动物 第六名 达摩沙 要说恐怖 还得是深海杀手达摩沙 就连海洋霸主大白沙也要对他礼让三分 虽然他体态并不威猛 个头也就只有半米而已 但他有一张堪比吸盘的大嘴 而上下两排牙齿也是锋利尖锐 被他随便亲上一口 便会掉下一大块肉 所以不管对方是多么强大的对手 他短小精悍的身材反而成了他攻击对方有力的因素 加上他有独特犀利的嘴巴 像电锯一样锋利无比的牙齿 在海里他能称霸一方 还是有道理的 第五名 这个家伙你可能会忽略他的凶猛 他就是大鹅 农村的朋友应该对他不陌生 很多朋友小时候也被他的大嘴扭过 正因为他的舌头是不满倒刺的 所以当被他扭到 你会感觉有倒刺狠狠扎入你的皮肤 他的嘴巴虽然没有牙齿 但是鹅会坚硬有力 宽扁的大嘴会将敌人的肉肉狠狠地咬在嘴里 再加上满是倒刺的舌头 那种被额扭的疼痛 真能称得上是很多人童年的噩梦 第四位 玄齿鲨 这是一种已经灭绝的鲨鱼 玄齿鲨身长可达九米 体重重达九吨 光是这样的体态就已经让人毛骨悚然了 而他的大嘴更是人间地狱一般 他们嘴里的牙齿用巨齿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不仅像巨齿般尖锐锋利 形状还非常诡异 成螺旋状 这样的牙齿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将食物轻松咬断 尤其是像鱿鱼和章鱼这类软糊糊的食物 只要有它们在便只有支离破碎的下场 整个捕食现场可以用血腥残暴来形容 接下来带你们看看更恐怖的动物嘴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